现在今天怎么呢 旅适一斤螃蟹 咋样的呢 这是刚死的 吴适一斤 这吴适的 东哥你给挑两个 带个暖底下来 够一份小鱼吧 有鱼有螃蟹有虾 今天遇到我怀了 我今天必须安排他上一个没有门头的啤酒屋 这家吧他现在换日了 但是还是一个老建筑里面的老啤酒屋 我今天在这地方哈一个来 这些楼全部整修了 这个楼吧 可以说有百年历史了 以前老厂里面请的苏联专家吧 他这都是咱们青岛的一些文物 古建筑 你至于说它是什么风格 不知道 这个楼呢 都抗那个就是不说地震了 炸弹炸都没事 专门就是住苏联专家的这些楼 现在你看改装皮肤不是多好 这是青岛特有的一个行业 叫宋大观 这个盘就是一百九 一百九就是四块钱 来吧兄弟们 来来来来 比起好 这个活螃蟹跟死螃蟹唯一的区别是什么 活螃蟹蒸出来之后吧 腿全掉了 腿全掉了 但死螃蟹它是不会掉腿的 来吧 来来来来 鞋子鞋子鞋子 再等下了啊 腊上饭 这个三斤鞋子多钱一份 三斤鞋子十二 十二块钱 十二块钱 在市场上买了个小煎黄花鱼 十块钱一份 买了螃蟹过来加工的 鱼虾 炸粒虾 鞋子 盖 全有了 这就不说了 就像这个 这个餐标 话不多说全这酒来了 好好好 好吧 听到当地吃法 这个粒虾吧 一般都是一煮 直接蘸个姜醋汁就吃 但今天我跟他一说炸粒虾吧 老板也有点懵 这个炸粒虾很好吃 用刀刀刑封上 来吧 这个粒虾吧 你要炸的话 外面那个坑吧 它用了 正好一炸外面脆 里面这个肉吧 是软鲜的 我们是发小 小时候吃东西的时候吧 耍着小心眼 多吃多蘸的 然后结账的时候 想办法讨个单什么的 像我宋哥 哈哈哈 现在 现在 很远的爪子了 我告诉你 但是你那一次 背负又背负一辈子 是吧 所以做人做事 一定得想好了 你那一次我全退路 先上座了 现在 现在 长大了 所有的像我们这种 岁数哈 这个厂盒呢 都是 我看他们 全部抢着买单 哎呀 全是带了东西 抢过买单 真的 行啊 刚牺牲的蟹子 你还想咋的 来吧 兄弟 蟹子 旧啤酒 通风走一走啊 哈哈哈 这是人家店里面主打的 可能是 吃的好 我给它推广推广 这花生米粒 不能用那种 特别圆润 不能用那种感觉 必须得 马往来 看模样就像盘子那种感觉 哈哈哈 来来来来 老板 买单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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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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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九十八 сем ma 好了 cause我来 honorable 好 我来 早已 那就好吧 有人说这个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着纸箱 谢谢观看